王妃敢爱敢恨 终于决定放手谢霆锋 她说这样才对大家都好 其实在感情上没有对错之分 可孩子们没理由承受父母分开的伤害 何况自己已经有了两次失败的婚姻 也有两个孩子 可以感觉到孩子们都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回到张柏芝母子身边 好好弥补他们母子 还给孩子们一个完整幸福的成长环境 要说遗憾 也就是我们的相遇不合时宜 没能和你白头偕老 我不想看到你这么为难 所以放手也是一种成全 一种爱 不必悲伤难过 毕竟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也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也没什么遗憾了 祝你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 张柏芝是个好女人 更是个好母亲 你们离婚后 她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 同时还在努力工作 非常不容易 好好珍惜她 虽然分开了 但咱们还可以做最好的朋友 您支持王妃放手谢霆锋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长按点赞 关注 收藏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